大改版之後看似不起眼的朗博 終於被改強囉 就因為他是輔助 我就懶得看他改動的內容 直到甘辛耶跟我講朗博可以擊退之後 我才發現朗博有點變態 那個擊退距離超級遠 而且擊退的距離不受韌性影響 這樣朗博在開戰的部分又更強囉 可以把敵人拍回來 薄後排也很好用 把人家拍走 但你要小心那些殘血的可能 你把人家拍走就因此救了他囉 當然在繁業的時候 隔一到牆就能把藍buff拍出範圍之外囉 感覺朗博之後會崛起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修哥 哎...Yuga 今天馬上來排位測試一下朗博 在排位裡面強不強 我知道輔助本身就很少人喜歡去玩他 更何況是一個冷門的輔助角色 哇...那真的要玩他要很有愛喔 那好險甘心耶跟我說他真的能推很遠 不然不會有今天朗博的影片 好啦 那你們都知道在改版之後是可以買煙火的 煙火的購買方法就跟前陣子 可以把敵人或隊友變成雪人的那個裝備 購買方式是一樣的 買了之後只需要零塊錢吧 你的右上角就會多一個主動技能 在8分鐘...遊戲8分鐘之內 你都能用 那... 我跟妳講喔 我建議啦 輔助不要買煙火 不然就會像我這場一樣喔 就是煙火放的太開心了 完全忘記自己有輔助裝備可以按 因為煙火它會卡住那個主動技能嘛 只能顯示一個 所以就很尷尬 我在遊戲的前8分鐘 都在放煙火 沒有在幫隊友放輔助技能的啦 回補之後看到上路有一隻迷路的弗洛倫 那因為隊友都不在旁邊喔 所以我選擇先幫身邊的隊友 反正嘛 那個弗洛倫他要跑也跑不了多遠啦 所以看到上面沒得打 就來砸弗洛倫喔 拍一下有沒有 那個暈眩跟那個打擊感 我覺得非常的夠 講老實話喔 這一次朗波的改動 我覺得官方非常有誠意 因為他那個擊退喔 一改就是那種擊退超級遠的 你會沒有辦法跟以前朗波 可以做聯想 以前朗波就是拍一下 好像沒什麼事情發生 現在呢 欸 擊退擊得很遠耶 另外朗波的2技能啊 他如果拿去撞對手的話 只要撞到 好像對手會減少20%的傷害率 那我不懂為什麼 艾蜜莉一直踹我耶 就是踹我家射手不好嗎 踹到我殘血 我有點怕 所以趕快把艾蜜莉拍走 幹 我這個拍 我好像救到他了耶 因為剛剛拉維爾繼續射 應該是能射掉艾蜜莉 可是我把他拍走 可是我剛剛不拍 我又很怕我死掉 這真的很兩難耶 如果是你們 你們會怎麼做呢 好啦 那這邊 蹲到了阿萊斯特 回頭拍 然後加上莉莉安的返海 直接帶酒 哇 這就是朗波的開戰能力 非常的強 有沒有看到 那我這邊撞彈還可以 我就覺得好像可以打打探 所以交了瞬移把艾蜜莉拍回來 沒想到一拍啊 哇 對面的阿萊斯特什麼都來了 瞬間被秒掉 哎呀 送了一顆頭啊 但是下路好像有一點大麻煩了喔 這時候我們要挺身而出 去守一下塔囉 打人 打人 他們就不敢點塔 被綁了 被綁了沒差啦 我超級硬的啦 那接下來我看一下遊戲時間5分鐘了 外塔沒有減傷了怎麼辦 只能硬著頭皮守守看喔 就是有什麼招就開下去就對了 守起來 往回頭拍 有沒有 那個阿萊斯特還交瞬移耶 哇 好啦 要準備回家了 至少塔我們是守下來 而且我們還卡住兩個人喔 非常關鍵 那我本來要去幫拉維爾 結果這邊弗洛倫 喔 又迷路了嗎 他想要秀圖倫 秀 秀不起來 讚啦 欸不對 我們圖倫差點被他秀掉了 佛洛倫也太痛了吧 我只要看到對手 都很想要把他往回頭拍 包括這隻艾蜜莉 我一拍阿才發現 哇 我家隊友殘血 我差一點害死他 要不是我們圖倫 他有一顆凝霜 不然他早就死了 沒關係 我來幫你們報仇一下 就是這個景 就是這個景 我們放個煙火 欸 這煙火老實講蠻好看的 可是會擋到蠻多的一些視角啦 欸 我講老實話 假設有沒有 對手的手機可能比較 沒那麼好的時候 你們整隊都給他放煙火 說不定他手機就LAG了 因為煙火呢 算是一個特效動畫 手機設備比較不好的話 說不定會LAG了喔 你們下次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來救一下拉威爾 有救到 那好像可以繼續追一下耶 追追追 那朗博好像沒有緩速的技能 所以只能靠二技能 位移 有了 拍 啊 沒拍到 好險我們圖倫有夠秀 秀起來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朗博一技能喔 我覺得很像拍地板 但有些人又說是垂地板 到底是拍還是垂呢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是拍啦 我投給拍一票 那吃完聖光魔龍 這個霧己我們開個大招控一下 回 蹦 啊 啊 欸 頭 怎麼是我的 好 沒關係 好 我們拆個塔 這個塔 點 點 點 爆了 沒有我點的話 那個炮車應該是點不掉啦 我們給個視野 弗洛倫 再吃小羽怪 欸他空花耶 然後拉威爾的大招中了 中完之後 我們也再補一個大招 化化化化化 弗洛倫 可以死吧 沒問題 啊 錦 錦好像追的到喔 我有瞬移 然後這邊 這邊拍 雖然我是教的瞬移 那阿萊又綁我 喔喔喔 阿萊剛剛半條血 直接被圖倫一個大 打死了 太痛了吧 圖倫 神西 這個柳生其實他是乾心A 很乾 很心 很A 朗博真的多了很多開戰技能 除了把人家往回頭拍 或者是拍牆壁 反正他的大招還可以控制 但是我覺得他的大招比較難中 如果你要真的那種出奇不易的話 還是要大招配瞬移會比較好 因為大招接瞬移那真的是會讓對手很難預判 這邊大 有打到弗洛倫 再拍 這個控制 有 不錯 但弗洛倫滑我有點痛欸 滑我三朵花 我半條鞋不見 我這邊要跑囉 不跑的話就完蛋蛋啦 快跑啊 啊 射手就讓他完蛋吧 隊友好像被打了喔 那我們馬上走過來直接開那個金金金 有開到 但是開了之後我發現 隊友死光了欸 剩下我跟艾里 我本來要撤退喔 看到艾里想打欸 身為一個輔助呢 肯定要回頭去幫他的啊 能幫多少呢 我盡力啦盡力啦 喔 拍 我怎麼覺得我都要害隊友 我把艾蜜莉拍到艾里身邊 好啦 不管啦 反正 我覺得朗博有時候 到底要不要拍 你真的很 很為難 真的 像我剛剛那個拍 我覺得不行 但是艾蜜莉最後是有死掉的喔 這全場 剩下我跟阿萊 我們一對一 One by One 最終還是朗博贏了吧 而且剛剛阿萊有點無助欸 他往前走 一直被拍回來 像剛剛那邊 艾蜜莉你們會怎麼拍阿 因為我的話 我的角度當然會想要把艾蜜莉往塔下拍 讓塔去攻擊人家 但是拍了之後 就覺得好像在害隊友 阿不管啦 大招開一個彌補隊友啦 追著弗洛倫還想滑 拍 我覺得拍真的好好用喔 他可以把弗洛倫拍出那個花陣當中 就讓他沒有辦法撿那三朵花 好像還不錯欸 那這邊的話 大招快冷卻好了 而且我瞬移 肯定要強開一波 大招接瞬移 然後再拍 有沒有 錦加阿萊斯特 控爆 卡兩個 真的 那個大招接瞬移 敵人根本是看不到說你什麼時候會接瞬移 所以那個強還是太強了 喔 團滅 團滅 滅起來 而且這個版本解控裝備冷卻還是要90秒 所以朗博這種強控角色阿 我覺得應該會崛起吧 應該吧 如果之後職業聯賽出多一點朗博的話 真的有機會崛起喔 那我是佑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